各位大家好 元宵节快乐 我是郭国文 也是第二选区立委补选的候选人 今天元宵节特别想要来煮个汤圆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的过年仪式 其实最重要的意义是让家人能够团聚 吃汤圆当然也是 可以吃汤圆让所有全家再次团圆 吃汤圆让大家又找到一个可以团圆的一个理由 所以元宵节这个小新年 其实真正的新年其实有人说法 就今天就过了 但是总是会依依不舍 在依依不舍的时候想要画下一个圆满的句点 就吃个汤圆吧 初一到初五也该收心了吧 吃完汤圆才是真正的收心 我今天准备的汤圆是三天的 麻烦的西港芝麻汤圆 这样看不出来 待会吃就吃得出来了 现在下汤圆了 好 来 放下来 全播放下来 稍微拉一下 够不吊锅 那麻烦可以做三回 可以做麻烦糖 芝麻糖 芝麻饼 芝麻酱 还有包括麻烦 当然最重要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今天的芝麻汤圆 大家看一下 芝麻汤圆滚了滚了 差不多了 主角要现身了 好 起锅关火 我们的芝麻汤圆就大功告成了 芝麻汤圆看 就想要咬一口 芝麻汤圆 真的很好吃 芝麻在我们西港芝麻汤圆 出了很多 芝麻做起来后 其实最有名是芝麻油 芝麻都很好吃 不过不是芝麻油而已 芝麻汤圆 今天原小姐 这芝麻汤圆 真的很好吃 你来吃看看